字幕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他买一身很瘋的 一次买了15对鞋 我不够钱我就去按钱啦 所以你都小心点 其实你都可以鞋卡的 我没有啊 但如果你有的话 我都不建议你用咯 因为会很惨 听起来很恐怖的 不过我们应该会去又一成 九龙堂啊? 好地方啊 他很喜欢猪二千的 你可以买三送给他 他肯定很开心 咦 我上次送了一件 蓝色的衣服给他 他喜不喜欢啊? 他超喜欢啊 他还很喜欢跟你逛街 那就好 咦? 对啦 上次的衣服剪裁挺好啊 用了多少钱啊? 要成三千多元啊 不过幸好我有会员卡 打了七折 所以都成两千多元啊 哇 这样都很贵啊 不过我下次要用的时候 又问你借先 OK 随时只要你想要 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视频呢 是更贴近于一个生活状态的 这个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啊 这位男女主角呢 也会认为 这个是在日常之中呢 在粤语使用之中 我们常常会 在朋友之间对话 常常会遇到的一种状况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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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个对话呢 一开始呢 这个这个女生呢 啊 这男生喜欢一个女生 那么这女生呢 是我们这个对话中 女主角的妹妹啊 然后呢 两个人呢 这个这个姐姐和这个男生呢 就展开了一些对话 关于这个妹妹的一些购物的一种 一种一种 一个方式啊 就是一种方式 女生一开始问啊 你还没终于我吗 啊 终于就是终于就是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我的妹妹啊 男生吱吱吱吱啊 哎 承认了 哎 是的 为什么你突然这样问 然后女生故作而言她 她说 这个很明显意思的说呢 肯定是从她妹妹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 然后她就谈她说 你既然约她啊 约这个妹妹出街啊 就是我们就是逛街啊 就应该好好准备了 就应该呢 好好的准备 女人最喜欢买也啊 女人呢 最喜欢的就是买东西 男生就说啊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 我就直接问 就是她 就是她 这个词呢 我们别忘了啊 就是走的意思 那么 虽然这个这个行是很多时候呢 代表走 但是比如说用在这里啊 它是代表着粤语的啊 那个普通话之中的逛的意思 等于说那个她逛街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时候啊 她逛街那个时候是怎么会怎么样的 啊 然后这女生就出卖她妹妹了 她就说 可爱逢三场被咬啊 她是逢商场必入啊 她是逢 就每一个商场 她都必须要进去的 三七中安大甘甲 中安啊 这个安啊 就是如果两个 如果是安安 就是刚刚 如果一个安的话 就是正好啊 对吧 上次呢 我们正好遇到 壮呢 这代表是我们正好碰见的意思 我们正好呢 碰见大减价 我们就去收货啊 我们呢 就去扫货 扫货就代表是疯狂的买 买很多 既然是减价了 那么就一直在买 他买了啊 他买起上来 真的好癫 他买 他只要一开始买呢 就非常的疯 好癫 很癫 癫狂 这代表是很疯的意思 他买起来真的很疯的 他上次买了整十五对鞋 上次呢 买了差不多有十五对鞋子 那么这里呢 我看这个 成这个词啊 这个成这个词呢 是一个非常 非常难解释的 一个粤语的状态词啊 因为这个 如果我们会用到 买 如果我们直接说 算起买走 三对海 那么就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 一种陈述 但如果我们说 算起买走 三对海 这个语气 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得到了 就是这个 他上次买了 居然有十五对鞋啊 就是他会有一种 觉得很夸张的 这也是正面的 直接表达了 就为什么这个女生 会觉得他妹妹 买起东西来很疯的 因为他直接一下子 买了十五对鞋 本来都不够钱啊 本来我也不够钱了 我早会感情啊 感情 这个感情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 在这个这个取款机 我们会 我们去按钮按钮 按按钮 然后去取钱 那么这鞋就是按的这个 这个动作啊 这鞋就是按的意思 等于说我们就是去按钱 等于说我们去提钱 所以呢啊 所以呢 你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我不够钱啊 就我妹妹这么疯 买买买买 买我还要去 额外去去提钱 那男生就很不辞去的 他说啊 这个鞋是一个是鞋 如果他本身作为一个动词呢 是滚动的意思啊 滚动的意思啊 就没没有爱的鞋啦 就是你不要在这滚啊 这个鞋呢 如果作为名词呢 代表的是轮胎 就是轮胎 轮胎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这个鞋呢 是代表一种动作 那这动作呢 是你比如说你刷卡的过程中 你的卡要刷过那个词条 要剪你词条的时候 那个动作啊 就是说你也可以刷卡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女生说 欧美摇啊 我们还没有信用卡啊 雨过雷摇呢 如果你有呢 不给你雷用啊 不建议呢 你用啊 人外无息的好长 这就是有点俏皮啊 因为你会死的很惨 这代表说 你要是有卡的话 那我妹妹啊 就更肆无忌惮要买了 这个意思 男生就又特别吓住了啊 男生说 听起来真的好可怕 然后他就 他就 知道了 当他发现这女生 给他很多信息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可以进一步的去问更多的 这个内容 看看这女生的一些看法 那么呢 他就说 我们应该呢 会去又一城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 真的一个城啊 然后 女生一听啊 就知道哦 又一城 那就是肯定是那个地方啊 高中堂 九中堂啊 这个香港真的一个地点 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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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这一千啊 他很喜欢呢 这两千 你可以买衣服给他 你可以呢 买这个衣服啊 衣服啊 就是一个古代用法 你可以买衣服呢 给他 他会很开心 那么他呢 会很开心的 男生就说了 上次我送了一件 蓝色的给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 在铁的后面呢 省出了一个衣服 一个衣服 这个词 上次呢 我送了一件 蓝色的衣服 给他 那么他呢 喜不喜欢啊 喜不喜欢啊 女生说 他好喜欢啊 他好喜欢啊 中华好喜欢跟你逛街 还说呢 很喜欢呢 跟你逛街 别忘了这个 行街呢 就是逛街的意思 很喜欢跟你逛街 然后呢 他 他呢 觉得非常的开心 男生就说 啊 太好了 那这就好了 女生然后继续说了 不过呢 上次那件衣服呢 那件蓝色这件衣服呢 他的剪裁很好 啊 给多少钱呢 这多少钱呢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注意呢 就是这个逛街呢 这个行街 这个逛街呢 有些时候我们 比如说购物逛街 我们香港啊 或者是粤语的使用者呢 会直接把英文的用词 借进来 啊 变成英语 我们可能会说 啊 shopping shopping 其实这是英文的shopping 这同样一个音 我们会说说 口口中意 同类shopping 啊 就等于说他很喜欢呢 跟你去逛街购物 同一个用法 在这剪裁 英文呢 是cutting 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对话之中呢 我们也可能会说 啊 gokin sanne cutting 好好啊 那件衣服的剪裁呢 很好 那么多少钱呢 男生说 you san sanne 这个成我们有一次见到啊 就是又是一个 表示语气的程度的一种词啊 这要差不多三千多块呢 啊 是这样一种表述啊 那个只要我们遇到 这个我们后 我们在这个成后面 比如说三千多块啊 或者是这个 刚刚我们看见的这个十五对鞋 都是一种我们 对于我们常识来说 我们觉得是一种夸张的啊 值得去表达语气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成加上啊 要成三千多啊 这you san 三千块钱啊 好才我要五运卡 幸好呢 我有会员卡 打了七折 都算一千块钱 然后打完折了 还觉得 还是好贵 两千多块钱 所以呢 还是有这个 就用了这个成 这个字 那女生就 肯定就是 也是挺贵的 然后女生哇 哇真的好贵啊 真的是呢 很贵 不可好奇 等我都借了赚卡 但是呢 等如果我需要用呢 下次我去借你的卡 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男生说 催死 只有雷算 那么随时呢 只要你想 是这么一个表达 那么这个整个呢 我们看见其实它只有一个对话 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对话 那么在这对话之中呢 我们把这个 关于购物的 逛街的 这么一个部分呢 大概讲个差不多 包括打折的 我们别忘了 这个会员卡 包括这个 就是钱的意思 然后折 我们打了几折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会员卡 或者是这一类的 喊该 就是逛街 然后这一类的都是 我们在这个购物的这个栏目下呢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用词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